我们总是认为外向的人比较吃香 愿意露脸的人比较能够被市场看见 但是这个世界它不是零和游戏 它不是你赢我输这么绝对的版本 因此您反而更应该换个角度去想想 你要怎么样让这个system works for you 欢迎你来到2021左边茶水间 冬季特别气话 你问佐达的第三集 那在这一期的节目中 我们收集了听众们对于生涯规划 自我成长还有个人品牌经营的相关问题 我们会在节目中为你解惑给你方向 那今天的问题呢来自于Janice Janice问说我是独立个人结案恩年的设计师 希望能够有被动收入 但觉得自己的个性封闭不适合 无法跨出第一步 相信也有许多像我这样希望有被动收入 但是呢又不希望过度曝露在大众面前的人吧 不知道Zoe未来是否能够针对内向型 不擅长面对大众和镜头 但却想要经营自媒体的人来开一门课呢 非常感谢Janice这么可爱的提问 其实呢这个问题真的可以堪称是我最常收到的Top5前5个问题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个性封闭 不适合来做自媒体 很多人呢也觉得自己个性太内向 所以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 那在我跟你分享品牌案例之前 我必须要先打破社会给你的这个迷思 我们总是认为外向的人比较吃香 愿意露脸的人比较能够被市场看见 但是呢这样的结果都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 就算外向的人比较吃香 这也不代表内向的人就完全没有机会嘛 所以这个世界一样 它不是零和游戏 它不是你赢我输这么绝对的版本 因此呢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画地置线 你反而更应该换个角度去想想 你要怎么样让这个system works for you works for me 而不是我应该要怎么样去配合这个system这个市场 当你换了角度想之后呢 其实你就可以看见之前没有看到的可能性 再来Janice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要跟你分享 我认为呢你根本不需要去买书 或者是参加什么适合内向者经营的个人品牌课程 你可以呢先把这笔钱省下来 因为你现阶段最需要做的事情 不是去学习经营的方式 而是做足够的市场调查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我应该呢不会是特别开一堂 针对内向型人格的个人品牌课程 因为我认为所有的不确定 不熟悉 不知道 不了解 不安全 都可以用一件事情解决 那就是做功课 这里所指的功课不是学校的作业 而是市场调查 你会不晓得能够怎么做 或者不知道怎么跨出那一步 就是因为你还没有去调查 有没有人在做类似的事情 或者有没有人用什么适合你的方式 或者是不一样的方式 来经营他自己的品牌 当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案例 更多的素材 就会有更多的线索 我们会有更明确的方向 知道要怎么样 找到实际的资源 跨出那个第一步 我虽然没有特别针对内向型人格的课程 但是呢 在我的课程 Brain Your Life里面 第一还有第二单元 我们就有非常明确的步骤 教你怎么样去做市场调查 市场差异化 包含怎么样去过滤你的品牌 他人的品牌 怎么样去找到你独特的切入点 别人都是怎么做他的品牌的 要怎么样去拆解他们的架构 然后你又可以怎么做 简单来说 只要你有手机 你有Google 或者是任何你惯用的搜寻引擎 你都可以看到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人是没有露脸的 来经营他自己的个人品牌 而且还经营的有声有色 当这些案例看多了 你心里就会比较踏实一点 你就会比较有自信 别人可以 你一定也可以 那现在呢 我就用萤幕讲解的方式来跟你分享几个针对内向型人格的个人品牌经营案例 第一个呢 叫做Mr.Web Design 这位YouTuber是一个完全没有露脸的网页设计教学 他全是用萤幕录制再加上字幕解说的方式 配上背景音乐来呈现 那第二个频道很可爱 他叫做Monkey Monkey是一个生活风格的频道 他是一个几乎完全没有露脸也几乎不讲话的频道 他经常会放一些产品开箱或者是产品使用的教学 有的时候也会用萤幕录制的方式来呈现内容 例如说他的内容里面有影片剪辑啊 或者是Notion规划 Notion设计的主题 这些其实都跟设计师有一点点关联 所以你很适合来参考看看他内容规划跟呈现的方式 非常的可爱 那第三个呢 是一个叫做Naturally Joe的IG账号 是有一位年纪很轻的青少年 我记得叫做Hosey 他是一个在经营Milkshake还有Smoothie的账号 他的IG账号非常的可口 每一幅作品都有很多的按赞跟留言 那他的食物经常会收到一些杂志媒体的feature 因为他的风格很鲜明很独特 算是经营的非常的成功 实际上却超级无敌低调 完全都没有露过脸的品牌 接下来我来介绍几位台湾的知名人物 第一位是叶宜兰老师 他是饮食旅游的生活作家 他在社群媒体上面的经营是非常少露脸的 大部分呢都是食物的图片 那再加上他本身是作家嘛 所以他平时所关注的焦点都是在文字上面 我们刚才所讲的内容都是图文跟影音 如果说你比较喜欢文字的话 其实文字也是一个不错的载体 那接下来是一个叫做奶奶心理学的IG账号 他是一个全用图文创作来做内容呈现的心理学IG 他的图片风格非常的一致 而且内容也很聚焦在心理疾病的主题 我自己其实一直都有在关注这个账号 我觉得他设计的方向跟内容架构都很不错 所以你可以去看看这种只用图片呈现 是不是你喜欢的方式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一个叫做Sysletter的频道 他是一对韩国姐妹所经营的YouTube频道 他们分享生活起居清洁还有家电的使用心得 那他们的节目呈现风格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 我们一般讲到家电啊或者是生活的开箱影片 都会以为我们必须要在镜头前面对着你的相机讲话 可是你会发现这种传统的面对镜头 面对直播的呈现形式 或许已经不是那么特别的方式了 观众们现在比较喜欢这种immersive 就是沉浸式的体验 我相信有设计底子的你一定有相对的美感 这种风格可能也是可以胜忍的 那接下来一样是一个台湾的YouTube channel 叫做Papaya电脑教室 它是一个特别在教各式各样软体操作的YouTube频道 包含的项目从Microsoft的Office系列和Adobe的绘图软体都有 它的教学其实非常的丰富详尽 而且都是很进阶的工作技巧 Papaya都只用voiceover和萤幕录影的方式来做教学 我个人其实真心蛮喜欢这个频道的 我觉得这个YouTuber真的很用心 你也可以参考看看 那比较特殊的案例 这个频道呢叫做Pan Piano 它是一位分享音乐还有钢琴演奏的YouTuber 这位YouTuber不止情意好 重点是他所弹奏的歌曲通常呢都是动漫的主题曲 他在弹奏的时候呢都会穿上Cosplay的服装 来展现他非常好的身材 可是呢这位YouTuber他几乎从来都没有说过话 也都没有露过脸 他就只会露出他脚好的身材 以及手部的弹钢琴的画面 那我知道呢这可能有点超过你可以接受的尺度范围 但是这个案例实在是太有趣了 我在查的时候也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你也可以看看有没有你认为可以借进的地方 那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 所以我在节目里面只挑了 只几个左右的案例来跟你做分享 如果说你回到这一集的原文的话 我有帮你整理好一些不错的案例 也有帮你做分类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些品牌 最重要的是把他们追踪起来 做你该做的功课 去研究分析一下他们内容设计的架构 以及他们是怎么样跟他们的粉丝观众来互动的 从他人的案例中吸取经验 这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当我们没有办法看见具体的个案时 我们当然会觉得心很慌 无从想象 但是只要你在Google上面搜寻 不露脸YouTuber 或者是YouTuber without showing face 你就会发现呢 有超多人都在分享这类的主题 像是就曾经做过类似的影片 这些网路上都已经有的资源 记得要好好利用 再来我举的很多例子都是YouTube的案例 是因为YouTube它是比较直观 会需要露脸的媒介 可是像是Podcast IG 或者是Blog 也都不用露脸啊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自己的个性封闭 会比较吃亏 但事实是内向性格的人反而更适合来做自媒体 因为它本来就是属于你的创作 它是属于你的发声工具 你不需要划众取宠 你也不需要打肿脸来冲胖子 对我而言我觉得个人品牌就是把自己做好 做你自己 把自己经营好 把你在乎的议题生根 然后发扬光大 其实就是花若盛开 蝴蝶自来 我觉得这就是自媒体最棒的注解 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内向型人格或者是个性封闭 不代表不适合来做个人品牌 相反的 这可能才是最适合你的工作模式 那当你不晓得该怎么从第一步开始着手的时候呢 我们就先从最简单的第0步开始 也就是先做市场调查的功课 这个功课可能是Google搜寻 向好朋友打听 或者是向有共同理念的朋友一起撞击想法 最重要的是 不要被社会的框架给限制住了 或许外向的人比较大声 但是内向的人让人感到舒服 这可能才是你最信任的地方 希望呢 今天的内容有带给你一些帮助 那如果说你想要了解 怎么更有系统的去做市场调查 还有市场差异化 也欢迎你回到这一集的原文 去寻找Brain Your Life的课程 更详细的介绍 祝福你啰 Janice 非常感谢你收听我们这一集的节目 你是不是跟Janice一样 有着内向型人格 还有自媒体经营的问题呢 听完这一集的内容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什么take away 欢迎你回到我的网站 或者是到Instagram上面 和我分享你的收获 你的看法 如果说呢 你想要参加我们 你问佐答的特别企划 也欢迎你回到网站 提交你的问题 记得你永远呢 都可以透过选择的堆叠 去设计你的理想生活 因为你是你人生的负责人 你有权利 也有能力 去过你真正热爱的人生 我们下周是见啰 拜拜